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先跟大家說一聲2014年新年快樂 也提醒大家從2014年的元旦開始 我們操盤高手的一個解盤節目 原本是在運通財經台來做播出 從1月1號開始 將會有新的一個播出的一個頻道 將會頻道會做更改 另外呢節目的一個播出時間 原本每天一次在下午5點鐘 從元旦過後也會新增 這個一天變成三次 但時間上面會有許多的更改 我在節目當中就不多談 大家可以到我部落格 裡面都會有公告 詳細的一個播出的頻道 播出的一個時段 大家可以來看 那你說你沒有在上網 不知道這部落格怎麼看的 那你也可以在待會廣告時間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我們的服務人員都會很誠心誠意的 告訴你我們未來最新的解盤的一個時段 好那整個這個當中當然元月份開始 也提很多投資朋友現在也在問 台北股市現在已經漲到8600多點了 那整個2014年還會繼續再漲嗎 我想大家一定都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先提醒大家 今天我相信你看到各大報紙都在談 談說我們的財經雙漲 就是財政部長跟金廣會的一個主委 兩位首長告訴大家 海北股市會繼續的一個看桌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呢 我們的財政部長張勝和張部長提到 明年對台股展望的表現是樂觀期待 為什麼呢 最重要的在所有的投資裡面就有兩個 一個是房市一個是股市 這兩個市場呢 由於目前房市的部分 景氣已經維持一段時間的一個高峰期 換句話說房市的報酬率 已經不像過去這幾年 每年都是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那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房市的一個基期已經偏高 進入到高元期之後 資金就會往接下來有高報酬機會 的一個地方來做移轉 那誰有高報酬機會 當然預測股市的部分 就會成為受惠的對象 資金會從房市進到股市裡來 那其實這一點看法 跟我之前所跟大家分析過的 可以說是完全不謀而合 之前就跟大家談到過 我認為說在2014年開始 將會資金從房市進駐到股市當中 那這是在什麼時候跟大家談 還記得在9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大盤大概還在8100點左右 我們跟大家談到有一則新聞 這是央行的總裁彭懷南 在暗示 暗示什麼 暗示在2014年開始 將會進入到所謂升息的循環 那告訴房貸主要注意了 其實當時我就提到 很多人擔心 萬一央行開始升息 這不是對股市變成利空嗎 好 我們當時提到說 央行暗示升息其實會是一個什麼 短空長多的一個機會 來臨為什麼會是一個短空長多的機會 第一個就所有國家的央行 你都要記得 一旦開始進入到所謂升息循環當中 那這只確認了一件事情 警惕已經開始向上了 沒有一個國家的央行 包括美國的FED在內 最近這當中開始QE減碼 都是在一個狀況之下 確認警惕已經開始向上了 它才會開始做一個做升息的動作 所以你會看到過去這個股市當中 只要是進入到升息循環的 這是箭頭往上 就代表那一個地方 央行在那個月份有宣布調升利率的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只要有這個當中 調升利率的動作出來 調升利率的動作進入到升息循環當中 幾乎都是一個股市 邁向多頭的走勢 所以當時我們提到央行暗示相惜 短空長多 確認警惕往上 股市當然也會走多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重點 其實央行在做一件事情 未來的政府會做一件事情 逼出房市的資金 轉進到股票市場當中 這是我在9月份 就已經跟大家談到的對不對 所以這兩天 我們看到金管會主委 我們看到財政部長都在談論這件事情 其實這也就洩漏出來 未來這一年當中 政府的一個政策面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要引導市場的資金 繼續從房市抽離出來 進入到股市裡面 你說進入到股市當中 會不會繼續往上漲 好 那除了說在技術面 我們這一波一直跟大家強調 目前這個行情都還沒有這個 所謂扭轉的現象 所以量縮整理都是一個佈局時期 之前在聖誕節上個禮拜 是不是還是跟大家這樣做叮嚀 那這行情接下來 當然有沒有機會往上 除了技術面之外 那我們來談 2014年有沒有繼續走多的機會 一個多頭市場其實就是兩個條件 第一個有沒有資金 第二個景氣是不是向上 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看資金的部分 這個所謂總體金句的 應該都知道M1B跟M2 在最近公布出來 11月份 M1B跟M2的部分 年增率分別上升為 8.85%跟6.05% 這是由上個月的一個差距 原本這個當中2.59% 繼續擴大到2.8% 換句話說 不但M1B跟M2B是繼續黃金交叉 而且這個交叉的幅度 還繼續在擴大當中 那這代表什麼 整個資金在市場上 是越來越寬鬆 那股市裡頭你記得一件事情 有資金就會有資金行情的機會 其實你去看一看台北股市 這一波多頭 從什麼時候開始上漲 從去年11月份 大盤從7050 7061 見到兩隻腳低點之後 開始一路的漲 漲到這一個月 漲了幾個月 剛好是漲了14個月 為什麼漲了14個月 不就是在M1B跟M2 呈現黃金交叉之後 持續的在漲嗎 對不對 漲到現在已經漲到8600了 漲了1600點了 那接下來只要M1B跟M2 還是繼續的黃金交叉 資金行情第一個都還沒有退潮 那第二個在景氣的部分 我們不要看台灣的景氣預測 每次預測出來都不準也沒用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台灣經濟最重要出口的兩個國家 一個是在中國 一個是在美國 對不對 那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今年大概預測會在7.5% 明年呢 預估都還保有7.5%到8%的高水準 還是繼續往上 那另外一個在美國 今年的GDP 經濟成長率 預測是2.7%的正成長 明年呢 預估會進一步的上揚到3.2% 所以你會看到 中國的經濟 仍然持續的穩健上揚 美國的經濟還在加速來做成長 那這個部分只要能夠掌握到 這兩個國家的一個商機 我認為其實台北股市 未來這一年還有許多多頭賺錢的機會 所以這個行情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一句話 大盤目前有沒有高點的訊號出來 都還沒有轉落的現象出現 所以記得一句話 繼續站在趨勢的浪潮上 乘浪來做前進 2014年還是多頭馬車 還是有許多賺錢的機會 還是要繼續的把握 好 那把握2014年 接下來有哪些賺錢的機會呢 我們繼續來跟大家談 不要殘菜長遠 我們就講圓越紅包行情 你要先在這裡掌握到嘛 對不對 那圓越黃情有哪些重點呢 我們在之前已經跟大家提到過 第一個IFERS要上路了 所以資產公餘價值入帳的 許多資產股 在這當中你要注意喔 很多股票其實已經開始提前起跑了 舉幾個例子來看 其實有很多個股都已經提前 開始加溫上來的重點股 我們來看一看裡面有誰呢 這是大概11月18號的時候 我寫給我全國會員朋友的分析日記 強調強勢股從10月份以來 一直鎖定在中概內需股裡面 除了廣華已經在突破新高之外 接下來注意一檔股票 大家都很熟悉2201的育龍 就不是什麼小型股 讓你看得到吃不到 這檔股票 你只要懂得買 你一定賺得到 對不對 那當時我們特別提醒 全國會員朋友 最近融資大減 股價的位階 卻優於大盤表現 將有機會 跟著開始轉強上來 壓回時按盤中指示 開始卡位佈局 來看看 這是當時的育龍 11月18號 其實我在節目當中 也有跟你做過提示 只是當時是把它蓋起來的 那當時的育龍在哪裡 融資在大減 股價卻已經這當中 開始出現轉強的一個訊號出現 也就是看到大戶在進貨了 才在四十幾塊加位 那最近你會看到 育龍它也是標準的老牌資產股 報紙也都寫過 對不對 你會看到最近的股價 是不是開始加溫上來 已經創下新高 漲到54.8塊 穩穩的往上創新高了 那除了育龍之外 再來看到還有許多的股票 其實在這裡面 都在開始一個一個加溫 包括上一波 我們曾經跟大家 談到過的中概內需股 藍天 當時我們提到 藍天注意它中國資產的價值 市價來做評估 外資估計 每股貢獻達到90塊 這也是標準的一個資產股 只是它的資產 是在中國大陸那邊 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股價 技術面當時也提到 融資在大減 股價卻開始 轉強訊號出現 也就是看到 大戶在做進貨了 後來藍天 就從這個地方 50幾塊的價位 一波大漲上去 衝高到65塊 當然衝高上來 利多消息出來 報紙都告訴你 大陸忘記到 藍天第四季獲利有料 我也跟大家講 你就不要再去追了 極品工作室 單會員做股票 一定是在 利多發布出前 我們看到有大戶進貨了 看到技術面轉強了 我們才會帶著會員去買 利多出來了 我們就不帶著會員去追 因為那是利多出來 一般的散戶 看到利多 要幫我們抬轎 我們已經坐在轎子上了 對不對 那最近的藍天 後來股價 就從這個地方 開始整理了好長一段時間 不過最近注意 融資又降下來 那今天大盤指數 是翻黑 小跌11點的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大盤 價跌亮縮的時候 它反而價漲量增出現 是不是 反而也都開始起跑 所以這一個部分 你會看到 圓月行情 有許多重要的一個股票 現在已經一個一個 又提前開始加溫了 那這都是我們在接下來 持續在鎖定的重點 再來除了說 IFERS的上路 資產股已經開始加溫了 育龍在創新高 藍天津天大漲上來 再來1月6號 現股當沖 也要開放上路了 那我會提醒大家 我不是叫你去做當沖 千萬不要去當沖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每天 在那裡做當沖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證交稅 千分之三 現在的一個 這個手續費 大概扣掉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一個退佣之後 大概千分之二左右 加起來千分之五 聽起來不多 一百萬 如果你每天當沖 大概一天 手續費加上證交稅 五千塊左右 可是你想一想 一天五千塊 你每天沖沖沖的話 一年下來五千乘以兩百 你會發現變成多少 你一年交掉的證交稅 交掉的手續費 通通 哇 剛好一百萬 五千乘以兩百 剛好等於一百萬 對不對 剛好全部跑到政府的口袋 跑到券商的口袋裡了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 你千萬不要在那裡 聽到這當中 哇 線股要開放當沖 你就每天想要這樣沖沖沖 但是 這個裡面 也就反過來 那當 很多人 開始 因為開放線股當沖之後 每天擴大交易量 大盤的量能開始回沖 那誰賺最多 除了政府之外 券商嘛 所以證券股的部分 也叮嚀大家 其實這個部分 也開始特別注意 很有可能在元月份 也準備加溫上來 一單大盤 量能如果平均 站穩在800億之上 我認為證券股 也會是你這裡面 特別值得注意的焦點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會發現 我在做股票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跟大家 談論這些 這些或許都不是今天盤面上 最強勢的股票 如果我是為了收會員 我是為了在像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告訴你 你看我今天又有股票漲停 我可能也跟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再跟你講今天盤面最強的 太陽能漲 我就帶會員去追太陽能 第三方支付漲 我就帶會員去追第三方支付 但是到最後 每天在那裡追逐最強的股票 追逐漲停板 真的能賺得到錢嗎 我相信都加顧過很多投顧老師 每天在那邊追來追去 每天在換不一樣的股票 到最後你賺到了什麼 沒有 可是極貧工作室 在做這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任何誇大不實的績效 不要每天在這邊 追逐一堆漲停板 來吸引投資人 我們只要提供我們的專業用心 最重要的是要幫會員朋友賺錢 怎麼去賺就是要幫會員朋友 去領先掌握到未來有利多的產業 未來有利多的公司 然後當大戶開始進貨 當技術面出現轉牆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一個一個低檔來做卡位 就像過去的玉龍 就像過去的藍天 就像過去的大力光 就像過去的一個新日星 你會看到我在跟大家談的時候 都不強啊 都沒有什麼表現啊 可是我們就是在當時 看到了準備轉牆 帶著會員朋友 開始來做切入 沒有什麼誇大不實績效 但是每一檔都是會員朋友 扎扎實實 能夠在第一檔來做佈局 穩健獲利掌握到的 這才是基品工作室 要努力幫助大家的地方 當然在接下來 圓月紅包行情要開始了 那也提醒大家 第一月份開始 我們基品工作室的一個入會方案 也會有所調整 那這個部分如果說想要把握機會 最後這當中用最低的成本 來加入一個優質的操盤團隊的話 這兩天會是最後 入這個當中最後的一個機會 務必把握 廣告時間 就可以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還有更重要的內容 馬上再回來 征服了世界 你更該擁有 一座心中的首席 國王的城包 皇后的花園 林口第一 上海豪宅 世界首席 全新完工 妖民見商 26006688 諮詢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 十周年慶 感恩大回饋 最後一天 諮詢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 接頻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存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勤出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好 海洋獨行Part 2 2625-8880 筆盒一宅更超值哦 2014年 資金加上景氣 通通都到位了 所以這個地方 多頭馬車 仍然有機會 繼續往前衝的時候 還有哪一些 重點的一個產業 重點的一個股票呢 我們這當中 當然除了說 無線充電的部分 這我們提到過 今年才10億美金 2018年將爆發 成長到99.4億美金 仍然是我們 繼續鎖定的重點 好 再來包括像 巨量資料的部分 尤其在中國市場 未來這每年 還會以每年 複合成長率 51.4%的一個幅度 大幅度來爆發 爆衝上去 這都是未來 最有爆發性的產業 那另外 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 我們提到 中國內需市場當中 最重要的 還是在汽車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看到 包括育龍車 包括育龍 包括這個和泰 兩大集團的一個 這個老闆都說 2014年 車勢還是繼續看好 那他們指的是台灣的市場 但是真正爆發力道最強的 絕對都還是在中國 甚至我們看到 今天有一個訊息 中國汽車市場有奪火爆 這是美國 對於華 華之代表的當然是中國 汽車出口的一個 這四年來增加了幾倍 增加了六倍的一個幅度 從2009年到2012年這段期間 大幅度成長這當中82% 那對中國出口四年來 是增加了六倍的一個幅度 那你就會看到 整個中國車市 現在爆發力道有多強 當然這裡面 就會帶動許多潛力股 從最早跟大家談到 9月份的時候 談到的是廣華 底部轉強上來 因為當時看到大戶 進場訊號出來 股價一個頭肩底 左肩底部 右肩 突破景線之後 原本還在70幾塊的價位 這個禮拜已經漲到107塊了 對不對 那除了廣華 包括在10月份跟大家介紹 底部轉強的汽車領組件 黑馬第二號是大翼 大翼的部分 當時股價也看到量能開始增溫 那指數當時還在做整理 可是股價已經率先轉強 突破8439的高點 後來你看到大翼股價 也這個地方開始漢地拔充 原本也才50幾塊的價位 56塊 一股做起漲上來 漲到71塊半 當然漲到71塊半 我們12月10號 也跟大家談到 獲利了結 不要再追 你要問的 不是還可不可以買 而是還有沒有下一檔 那還有沒有下一檔呢 好 這地方我們最近又注意到 整個中國 汽車領組件當中 最近又有一家公司 你會發現到 這裡開始量能放大增溫上來 融資在大減過後 量能開始增溫 那股價這裡左肩 這裡底部 這裡右肩的位置正在出現 隨時有可能衝破頸線 再度的準備來做攻擊 為什麼 因為大戶正在進貨 底部正在轉強 像這樣的一個 汽車領組件的黑馬 第三號 這都是我們在接下來 圓越紅包行情裡面 要特別去鎖定注意的 紅包黑馬股 開始要去注意了 那從剛才的分析當中 很多投資網都說 看高老師的一個分析 好像在節目當中 都沒有談到什麼太大 什麼十幾支漲停板 那種誇大不實的績效 那其實我要強調的一個重點 你在看一個投顧老師 在評估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在評估什麼 你看的是這個老師 在電視上秀出來 哇 說他的股票有十幾支漲停板 所以你想要去加入嗎 我會告訴你 當然如果你是為了這樣 你要去找別人 但是你找了之後 一定到最後 可能後悔還是要來找我 為什麼 因為這市場上 太多投顧老師就是這樣 你想要天天賺漲停 他們就天天帶你去買漲停的股票 你想要股票有十幾支漲停 他就帶你去追 那已經十幾支漲停的股票 你想要股票 能夠買了就賺一倍 他們就帶你去看什麼股票 漲了一倍 就說那是他的股票 帶你去買 到最後你能賺到嗎 不行 不行的結果 你會發現 那極貧工作是 拒絕任何誇大不實的績效 我們要提供的 只是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用心 我們的誠信 那你說什麼叫專業 重點就是在這裡 所謂的專業 絕對不是在那邊 吹噓股票也幾支漲停 而是能夠去幫助會員朋友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一個產業如果能夠爆發性成長 裡面的股票 你說你買來才能夠安心嘛 對不對 那不但要能安心 還要賺錢 那什麼股票能夠讓你賺錢 會漲的股票會賺錢 什麼股票會漲 一定是由大戶開始進貨了 所以極貧工作是 什麼叫做用心 就是在用心幫助會員朋友 找出來大戶正在進貨 技術面開始轉強的好股票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帶著會員開始 從第一檔轉強的時刻 大戶正在進貨的時候 也跟著一起來進貨 一起來卡位 一起來佈局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過去 積平工作室 帶大家怎麼去操作的 就是這樣子 包括上次大盤回檔到8100點 11月14號告訴全國會員朋友 接下來行情要準備展開反攻了 留意誰休息很久的大力光 看到大戶開始進貨了 這是當時的大力光 900多塊 對不對 很多頭顧老師告訴你 要1000塊了 放空 可是我告訴你 這不能空 因為大戶進貨 這會再漲 那是不是漲上來 今天又創新高 1250塊 那不是這裡知道他在強勢股 這個地方就知道大戶在進貨 這個地方就知道他在轉強 對不對 好再來看到包括了11月份 當時我們鎖定在什麼 iPad Air能夠更輕薄 關鍵技術在哪裡 在MIM的技術 關鍵的供應商是誰 3376的新日星 是不是當時都告訴大家 注意在這個地方 都是我們持續鎖定的重點 底部準備轉強上來 你看到這是當時的新日星 融資大減大盤拉回的時候 股價率先轉強了 結果新日星 今天又創新高75塊6了 這都不是什麼 誇大不實的績效 但是是你能夠 扎扎實實穩健去掌握到的 所以在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極品工作室 我們還是會堅持我們的理念 提供我們的專業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提供我們的用心幫大家找出來 大戶正在進貨 以及技術面正準備轉強訊號出現的股票 帶著大家鎖定接下來的元月份紅包行情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還會繼續鎖定在 其中包括了汽車零組件 廣華之前大戶進場之後 股價頭肩底完成大漲上來 接下來像這樣的股票 大戶也正在進場 股價正在頭肩底的右肩 這正是我們正準備 元月紅包行情佈局的重點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把握機會的話 趁著這兩天 剛好2014年要開始了 再給大家一個一塊發大財 這個專欄的一個機會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塊來佈局 下一檔大力光 下一檔新日新 下一檔廣華 一塊在元月紅包行情當中 跟著我們的腳步發大財 記得把握機會 我們明年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cruise向前 specific 相機到 М prompted 下次見 十年翠裡 一次感恩 聚通投庫 感謝您十年來的支持 姜秉持 誠信 穩健精神 繼續在古海中 給您一盞明燈 咨詢專線 銀二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 十周年慶 感恩大回饋 最後一天 咨询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 接品工作室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集品工作室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52-5868 02-2752-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